插播最新消息来关心新北市板桥区一早发生了铁皮工厂火警 位在南亚西路上一间没有再使用的铁皮屋 上午七点零八分起火燃烧 消防队获报之后派出了一百名消防人员 以及三十多台消防车前往灌旧 工厂四周围迷烟漫目 而南章的面积大约有一百平 消防人员赶紧布水线抢救 目前伙势已经获得控制 目前得知暂时没有人员受困或者是伤亡 而起火原因有待紧销进一步厘清